今日是农历的三月初二,这天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因为正好是四龙旗居日,这一天可谓是龙气十足,翻开万年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四月十号,农历三月初二,是龙年龙月龙日龙时,今年又正好是龙年,真的是难得一句的四龙日呢,传承国学精华,启迪智慧人生,欢迎订阅国学天地。 四龙旗居日是怎么来的?中国立法是以农历和甘之纪年为主,农历的年份由月亮的运行周期决定,甘之纪年则是以天甘地支的组合来表示年份。 天甘地支纪年法的计算方式如下,天甘有十个,依次为甲乙丙丁物,寄更,心,人,鬼,地支有十二个,依次为子,愁,银,卯,臣,四,五,位,身,有,须,亥。 天甘和地支从甲子开始,按顺序逐一相配,各用到最后一个时,再从第一个开始继续相配,就形成了六十个甘之,陈代表龙。 今年2024年则是甲晨龙年,农历的三月初二这天正好是甲晨年,乌晨月,甲晨日,乌晨时,也就是龙年龙月龙日龙时,难得的四龙旗聚日。 今年会出现三次龙年龙月龙日龙时,今天就是今年的首个四龙旗聚日。 分别是,四月十日甲晨日,晨时,上午七点至九点,甲晨年,乌晨月,甲晨日,乌晨时,四月二十二日丙晨日,晨时,上午七点至九点,甲晨年,乌晨月,丙晨日,人晨时,五月四日乌晨日,晨时,上午七点至九点,甲晨年,乌晨月,乌晨日,丙晨时。 老一辈的人认为,这天是龙气十足的一天,这三天的气场比较足,磁场也会比较极端,因此,有几件大事大家记得做,也是为了在这个特殊的四龙旗聚日里图个吉利,记得要早起。 今天记得不要睡懒觉,早上七点到九点起床,又是工作和上学日,很多人都不会错过的,早起被认为是一种好习惯,是积极的行为,早起可以让人更早地开始一天的活动,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 此外,认为清晨是与自己内心沟通和进行祈祷,冥想的最佳世界,今天早上可以早起呼吸新鲜空气,同时也沾沾隆气,图个吉利,记得要祈福,今天这个日子,我们要以最好的精神面貌来迎接,穿戴整洁精神饱满,这天可以到一些合适的场合进行祈福。 可以多做一些善事,为家人和自己祈福,龙在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吉祥,祥瑞和权威的象征,龙年,龙月,龙日,龙时被认为是吉利的时间节点,在这些特殊的时间点祈福,会得到更大的祝福和好运,记得要说吉利话,在龙年龙月龙日龙时,说吉利话被认为能吸引好运,祈求吉祥,言语具有更大力量,能影响个人命运,吉利话传达积极愿望, 如龙凤城祥,幸福安康,有助于塑造积极态度与生活氛围,带来福运与喜庆,在特殊时刻说吉利话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祝福。 也是对宇宙的呼应与敬畏,记得不能吵架,自古以来都是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这天更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跟人发生口角和生气吵架,人们相信言行会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吵架可能会破坏这种积极的能量场,因此, 人们会避免在这样的日子和时间吵架,而是选择与人和睦相处,传递善意和祝福,以维持良好的氛围,希望能够吸引好运和祥和,还有要记得二不吃,不吃生蒙海鲜,农历三月随着水温的上升,正是渔民捕捞作业的旺季,尤其是对于沿海地区来说。 现在离五一休于期,已经越来越近,正是各种鱼虾蟹类的捕捞旺季,不过三月气温回升,也是一些细菌和病菌的活跃期,这个时节讲究的,就是要预防病从口入,而很多人喜欢吃生蒙海鲜,没有蒸熟煮透的生蒙海鲜,虽然鲜味足,但是食用不当,也很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所以,这样的日子,还是别吃生蒙海鲜为好,不吃腌制发酵的食物。 进入到阳春三月,很多月冬储存的胭脂发酵食物,随着气温的升高,已经开始出现变质,而且,这样的食物含盐量多高。 也不太适合眼下这暮春时节食用,在农历三月初二,还有个讲究,就是要去除疾病和霉运,这样的日子,饮食讲究长鲜和清淡,因此,胭脂和发酵的食物,还是不吃为好,很多网友认为听起来,就感觉这样的日子特别吉利,表示四龙开运,一定要蹭个心想事成的好运。 大家都纷纷做计划,有的说这样的日子和女朋友约会是极好的,前提是要有女朋友,也有人表示领证更美好。 有的则跃跃欲试,要在这天的晨时早起锻炼,身体棒棒大。 当然,也有人后悔不迭,早知道日子这么好,应该提前备孕,算时间,生个打打时刻的龙宝宝,也有一部分网友表示,作为鼠龙的宝宝,本命年是不是要有大事发生,加上自己这条龙,是不是意味着五条龙了? 大家还振致直呼,小龙人们,冲啊,为了这神奇的三天,有网友花吃脸,表示自己只想在这几天穿好自己的红裤衩。 更有网友表示,自己的杨历生日,就是和这个四龙时刻重叠,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想起了一部电视剧,周生如故。 作为毕一美学的天花板,里面的故事真是虐死人,尤其是最后一场告别,周生辰带领时宜,踏进空气许久的魏阳宫里,时宜想在上面留字,认为等我们走了,落了锁,便无人进来,就像是留了一个秘密。 时宜想写下陈,这个字,缓解是说,现在是陈时,很有意义,其实两人心照不宣,就像时宜指尖划过的美人鼓,准备把这一切都当作秘密,封存在心里,所在魏阳宫。 后来,周生辰写下时宜两个字,这一幕在剧中出现过两次,最后一次是全剧剧中。 曲中人散的时候,也是让人唏嘘,一难平,中国人的情感从来都是含蓄而内敛的,所谓,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 在中国历史上,龙在中国古代地位非比寻常,被赋予了权利和地位的象征。 其实,龙年龙月龙日龙时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更多的是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以及国人对文化传统,以及古代时间的认知和尊重。 而对于中华儿女来说,龙作为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也是被寓意吉祥、智慧和力量,而我们也被称之为龙的传人。 当一年中的这个时刻出现了龙年龙月龙日龙时,便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和期望,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且有趣的意向,因此人们会将这特殊的日期和某些即庆活动结合在一起,认为可以带来额外的吉祥和好运。 当然,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是人们对传统立法的一种致敬,也是对文化传承的一种庆祝,一日之既在于晨,一年之既在于春。 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一个特殊而吉祥的日子,让我们早起唤醒孩子和自己,走出户外,面朝东方,才采龙气,不仅可以土姑纳心。 精神气爽,同时不忘祈祷和祝福,祝福自己和家人顺风顺水,龙行无佐。 在这个人人活得都很艰难的时期,面临着裁员,失业,缩减开支,消费降级,尽管如此,也希望我们这些小鱼小虾们顽强生存,可以如鱼龙前月,应激长空,最终有跳龙门的高光时刻,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也可以看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无论是早起,祈福,说吉利话,还是避免吵架,注意饮食禁忌,都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具体体现。 同时,四龙旗居日也提醒我们,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言行举止,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宁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幸福,也才能更好地与他人和谐相处,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此外,四龙旗居日还让我们思考如何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又该如何将其与现代生活相结合, 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总的来说,四龙旗居日是一个充满祥瑞和欢乐的日子,它让我们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底蕴,也让我们思考如何更好的传承和发扬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共同祈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幸福和充满阳光,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或许还会遇到更多的四龙旗居日, 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我们都应该铭记这一天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感悟,让我们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用实际行动去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祝福大家在龙年里,事业和生活如春风话雨,活得坚定而从容,今年的龙年龙月龙日龙时,你打算做什么?